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在一线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深圳 现在我来到了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 这个视频我将带大家走进龙岗区最大的一个城中村 这里有无数深漂的记忆 这里也有着无数小姐姐的青春记忆 下面一起跟随我的镜头 走进布吉老街 由于布吉老街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位于布吉海关,离深圳市区非常的近 所以很多深漂一卒都会选择在布吉老街租房子 感受一下深圳这座城市的繁华 无数的年轻人来这座城市追梦 在深圳这座城市有梦想有心酸也有泪水 大街上都是匆匆忙忙的行人 深圳是一个快捷做的城市 年轻人特别多 前面就是布吉老街无数深漂打工站 在深圳的第一站 它的对面就是深圳东火车站 这个城中村一到晚上就热闹非凡 人流量好大啊 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 都是下班的深漂一卒 密密麻麻的人群 人多的走都走不动啊 深圳是一座节奏非常快的城市 很多深漂打工一卒都是坐地铁上下班的 这个城中村的美食特别多 柳州螺丝粉 重庆小面 灯火灰房啊 晚上超级热闹 到处都是美食 这个城中村的休闲足疗按摩特别多 漂亮小姐姐也很多 这里有着无数小姐姐的青春 不及老街的商业很繁荣啊 或者行李箱的打工人 酒店也特别的多 不及老街租房不便宜啊 这边最便宜的单间至少要八百块 还是很老的那种房子 在深圳有吃不完的猪脚饭 加不完的班 交不完的房租 铁锅顿东北美食 木竹特别多的 这个里面是公寓 晚上的人流量特别大 车流量也很大 前面是不及一村 里面有很多出租房美食 小姐姐特别多 这是深圳最热闹的城中村 烤鱼 这家挺火的 都是年轻人 前面是一家小酒馆 我在深圳没人要 灯红酒绿啊 各式各样的美食 各个省的美食都有 前面还有小礼馆 这边也超级热闹 到这边走一走 深圳这边流行香港的茶餐厅 消费比较高 一般人吃不起 这边是桌球城 不及老街的娱乐 非常的丰富 到处都是美女小姐姐 这边又是一家茶餐厅 美女好多 都是时尚女郎 前面有小旅馆 这个城中村的小旅馆 也不便宜 最便宜的要五六十块吧 而且还是那种没窗的 小黑屋 音乐酒馆 这应该又是一家茶餐厅 湖南菜馆 沉西手工面 各个省的美食都有 住宿按摩娱乐 多如牛毛 到村里面去走一走 晚上很有烟火气息 晚上很有烟火气息 太热闹了 重庆麻辣烫 东北饭 东北饺子 各式各样的美食 各种快餐 这里就是打工人的天堂 又一家重庆麻辣烫 深圳的夜生活非常的丰富 这边有小海鲜 炒河粉炒米粉 前面有猪疗推拿 还有小旅馆 按摩租书太多了 这个城中村交通便利 生活也相当的便利 超市市场移印即全 是无数外来打工人的落脚地 这边有杭州小笼包 老长山 酱板鸭 东北烧好 太有生活气息了 还有武汉乐干面 武川饭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